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愿先白将军去司令院退休 退到罗杨新将军去盖用舍 成员游队这些故事都是很多有些队员是个活动的情况 一个综合的东西 一个里头有我没有 一个少量筐有我 一刀带就没有我 我关心不能把这些功劳都给了我 所以我不是李宗盛 康日风火 其他下 元朝 红华 鸭子江 今期会动 天山学 野马 黄河 共青山 那就是我一生的功劳 我离开河南 1918年离开了 40年又回来 转了个车回来 说这一次我回到河南 我还准备在河南 再大40年 我就是人的水了 我还在工作 你不要把我当作休息了 没有事 我的事多得黑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不能休息了 还得继续被人民顾问 为国内主义肥动众生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忙 知道吗 平原游击队可以说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电影 看过的观众一定不会忘记那位手持双枪驰骋杀场的游击队长李向阳 这个传奇式的抗日英雄 以神出鬼没 一度成为了勇敢和机智的代名词 而李向阳的人物原型就是远北江军区司令员郭兴 他有着比电影当中更加传奇的人生 在洛阳市的老城区有一条向阳路 这是以平原游击队主人公李向阳命名的 在这里向阳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走过长长的林荫小路 我们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老人 平原游击队李向阳的原型国心 早起打一套拳 在刚柔之间把握生命的力量 这是郭兴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虽然今年已经92岁高龄 但老人举手投足间 依然洗满了半生戎马的骁勇和果敢 这是我当武功队队长 这是我当参加工作 当公安队的队长 这一套招牌就是 从判长 列长 英长 判长 司长 军长 到我休息 这一套招牌 翻开这本陈锋已久的相册 老人的思绪也回到了那段 硝烟弥漫的蒸容岁月 三八年 日本就打到我们老家了 人民一来 老不行就跑 老不行也不能中底了 我们上学也上不老学了 就经常跑 谁要的话就在我心里就想 这个人民 这个队伍为中国这么刻薄 亲身经历的一切 两年少的郭兴产生了一个懵懂的想法 1940年 参加百团大战的一支八路军队伍 恰巧经过郭兴的家乡灰心 16岁的郭兴瞒着父母 和村里的15个年轻人一起 报名参了军 这个指导员 咬人也不咬我 为什么不咬我呢 嫌我隔着小 那个指导员说 你看看小弟弟 你连枪还没有枪高 你当大子不你跑不动 所以你不要 这个 这个 蔡家来 你命言张大佬 再蔡家 同村的其他人都扛上了枪 唯独落下了自己 这让郭兴说什么也不能接受 他们部队中 我给那部队后头跑 跑了一个晚上 这个跑到 从河南跑到山西 到那以后 那个指导员一开 我跟那部队跑过来 他说 你的小家伙什么高 不然你给我们跑 你给我们一开 你跑都跑不动了 现在也跑破了 那行吧 由于部队还要继续前进 指导员把郭兴 托付给了当地县政府 当时的郭兴 怎么也不会想到 指导员这个无意间的举动 却开启了自己 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因为读过纪念书 聪明机灵的郭兴 很快得到了领头的赏识 第二年 他就被派回家乡 组建敌后武功队 并担任队长 临行前上级 给他派了两名战士 两杆枪三发子弹 并下达了作战指标 第一 你百年 要把你的部队 组织起来 组织多少人 组织一个销链 七八四个人 第一条任务 你一年 要消灭 一半零五个敌人 其中 必须有五个日本人 第三条任务 你一年 找回来一条步枪 找回两条机关枪 只有十七岁的国心 当即立下军令状 然而 半年之后 人和枪都有了 但消灭鬼子的任务 却没有任何进展 要想打日本 要进城 化妆 化出日本人 进 化出日本人 我们不会说日本话 碰到日本 日本文艺哪一部分 你打不上 拼了把打上去了 你打我们十来个人 这么大人 那么多 连城也进不去 就把我们消灭掉了 要想混进城 打鬼子 第一关 就得学日语 我说的最好是 军御 就是军队的话 这个我说的特别好 你看 七八十年了 我现在 还基本上都对得清楚 这个中华保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日本话就是 一一一三七九 六五五七七八九 这就是这么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些说的特别好 勉强会说几句日语后 郭清便带着几个战友 化妆成日军 骑上高头大马 威风凛凛地进了县城 到西门口 哎呀 他把他整好 叫他给 叫他给人民扣领 就是李登 这个人民兵 就给我行李 就是叫他给行李 我一看 他们到我妈根了 离我妈 还不到一米 我一出乡 就盯着路子的胸脯了 我不带那个忘帽路子 人民那个路子 叫忘帽路子 我就把手机一趟 当当把个人民兵打死了 打死了 两个队长 两个卫军在那儿转杠 这么着俩卫军 那个卫军一看 这个小队长到这儿 不吭 不吭 把个人民兵枪毙了 整在那儿一队 就是队长堂堂 把这两个家伙打死了 打死我们就形成了 枪一笑 城里就软了 老北人也跑 卫军也跑 我们马上堂堂 见日本人又大 见尾局也大 这次行动 郭兴和两名队员 消灭了三个日本兵 打伤日军无人 这是郭兴和日军的 第一次正面较量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他和武功队的名声 也越来越大 这是我打日本的 开始跟日本面对面干 但后面的大战又多了 我跟日本打了七八年 真正我亲自打死了 真正如此强打死他了 大概就十五十个日军 郭兴带领这支敌后武功队 在济南玉北神出鬼没 杀鬼子 出汗奸 洗火车 炸炮楼 把铁路回桥梁 打得敌人 心惊肉跳 因为在战斗中表现突出 郭兴被太行军区授予 一级杀敌英雄的称号 他率领的武功队 也被命名为 郭兴谋犯武功队 我叫郭兴 我是河南汇贤 金藏春人 我离开河南 1948年离开了 40年又回了 转了个圈回来 所以这一次 我回到河南 我还准备在河南 再待40年 我90年人睡了 我还在工作 你不要把我当作休息了 没有事 我的事多得黑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不能休息了 还得也许被人的供应 为国内度于肥东众生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忙 知道吗 军旅人生正在播出 郭兴 李向阳传奇 解放后 作家李小明 对郭兴领导的 敌后武功队 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根据他们的战斗事迹 创作了小说 1955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 以小说为蓝本 拍摄了电影 平原游击队 自此 抗日英雄 李向阳的故事 传遍了大江南北 熟悉郭兴的人都说 李向阳就是他 做事像他 性格像他 甚至连讲话的语气 也像他 然而郭兴却并不这样认为 在电影《平原游击队》里 李向阳双枪启发 百发百度 对此郭兴总是一笑置之 李向阳八发八重 我对象说 我说我们有这个本事 我十发其中 我就不错了 这个另外也不像 李向阳的 唐唐唐唐唐这样大 我说哪有那么多纸带 我的纸带最多了 一支枪 也不够就是 三十难发纸带 两支枪 六十难发纸带 我要想到 唐唐唐唐唐唐唐 那六十发 六八发纸带也不够 这是导演的艺术性 就是双枪大 实际上 我不是双枪 我是三支枪 两支手枪 我还有一个小手枪 因为对自己有着特殊的意义 郭兴总是把这支小手枪 放在胸前的口袋里 这支枪 是我们写一个 为团长 他的枪 他拿那个枪 把我的这个家属枪毙了 枪毙了 我又把那个团长 位的大 把他的枪躲过来 又把他的枪毙 枪毙他两个 原来在武功队声明远播的同时 敌人重金悬赏 诸打郭兴 妄图毁掉 武功队 但始终没有得逞 然而不幸的是 郭兴的妻子 却在敌人的搜捕中被俘 并惨遭杀害 这也成为老人心中 永远的伤痛 分析说 郭兴 那个小手枪 你不要叫了 抓为你 抓个纪念枪 所以我 把那个枪 抓个纪念枪 在这个口袋装上 那个人 有着纪念 也是个预备 我老子跟他说 我说这个枪 里头的支弹是归我 我大了 没有支弹 什么 把我包围了 我那个小手枪 最为止烧 八年抗战 八年累 一寸伤和 一寸血 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 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 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 我们说一句 出来是16个 抗日战的木家说 就牺牲了13个 这13个人的下 就留到地上了 知道吗 但是抗日战的我们 国家是这么多人 留多少下 就是一寸三个 解放一寸三个 都是那些解放过来的 抗战胜利后 郭欣又参加了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 他和现在的夫人 朱晓琳就相识于朝鲜战场上 他本来是舞蹈演员 他舞蹈跳的马刀舞跳的挺好的 他的歌舞团 我说他唱歌唱的最好是 二爷妈二郎山高雅高万丈 就这个歌唱的好 二爷妈二郎山 二爷妈高万丈 就是这个歌嘛 要想想都想了 我就对这个英雄人物啊 我就特别的崇拜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嘛 我就对郭欣从这心里头嘛 就有一个 我就哎哟 我说这一战斗英雄啊 真是 我将来生日嫁给他 哎哟 我说那太幸福了 我说你让我教会 咱们三个跳舞 第一 你不要怕当华妇 第一个跳 你不要依靠丈夫 第三 你不要怕败家 你要通议这三条人 再那就讲会 不同意 我再就不要讲 他说 行 我同意 就这样的跳舞会 战场上集结的缘分 一晃就过去了六十多年 茂迪之年依然携手共度 两人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1988年离休后 郭欣来到了新疆军区洛阳干修所 尽管已经可以安度晚年 可老人却完全没有闲下来 我说战院洛阳 变化很大 但是有个问题 不配套 这个好像一个人 上边穿的西装 下边穿的街房系 不配套 城里都脏乱差 大路赶起了脏乱差 那个大街小小脏乱差 摆摊了什么 乱七八糟的 整个洛阳有十五个部队干修所 郭欣一个一个去发动 一共组织了二百来人 成立了老干部城市管理督导团 协助政府做综合治理 一群老头子 不带来看水子 带着小镖子 到处找岔子 我们老头跟你讲 我比工作还忙 知道吧 比在岗位上工作还忙 离休至今二十八年来 郭欣一课都没有闲着 他到部队和社会 做传统报告六百余差 听众打一百五十多万人次 一个国家当员 飞动众生 飞到什么时候呢 飞到你临时 两个小时之前 这叫众生 但是还留了两个小时干什么呢 留了两个小时给子女 做个脚蛋 这两个小时是干这个事 把这个两个小时以外 我就把业一击 这就为共产主义奋斗到众生 十九年前 郭欣辉笔写出了这样一首诗 抗日风火起太行 元朝横跨鸭绿江 经其挥动天山雪 银马黄河 公字掌 这是老人军女生涯的真实写照 也是他一生奉行的人生准则 世光可以留下 你事无法抹去 臭黑可以滑下 找谁不能忘记 郭欣原名叫郭明善 1942年回家乡建立武功队期间 因为担心连累家人 把名字改成了郭欣 意思是希望国家兴望发达 如今郭欣已经92岁高龄 他说 看着日益繁荣昌盛的祖国 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有劲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喜欢上网 爱买彩票的97岁抗战老兵 中飞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一处伤痕 诉说着怎样残酷激烈的战斗 140多里路 如何在短短五个小时内走完 离兄后 他倾尽全力帮助失足青年 得到众人赞扬 为何却遭家人埋怨 97岁高龄 他还能像年轻人一样上网 超越同龄老人的聪明脑力 如何练就 《军女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中飞 老兵 永不老 《军女人》下期为您播出 《军女人》下期为您播出